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一個就是開課期別這個工作表 它多一個欄位 這個欄位的話是開課期別的F欄 所以我們開課期別這個 就這個它主要是要計算上課人數的部分 然後這個上課人數的話要怎麼去計算 當然我們剛剛有定義一個範圍 這個範圍的話就是這個班別 也就是說這邊這麼多人參加這個課程 假設我要計算說到底參加S02的有幾個 所以我就把它加在一起就對了 所以最後這個開課期別這邊的上課人數 如果我說我今天要針對的是這個班 C02去做計算的話 首先當然優標先放在這個上課人數的這個F2上面 然後它題目已經要求我們 而且它這邊特別講到說你一定要用COUNIF 如果你不是用COUNIF的話 那最後也不OK 而且它說還要跟那個範圍名稱搭配 兩個 所以變成說你要兩個搭配在一起 得到的答案才會是正確的 OK 那要怎麼樣去使用COUNIF 很簡單 插入函數 這個COUNIF的函數是在統計類裡面 所以我的習慣是先找到統計裡面 有一個叫COUN C開頭了 所以往下找 應該這邊就有了COUNIF 當然COUNIF這個函數很重要 因為工作上很多時候 如果你不想用眼睛去比對的話 那通常會用COUNIF去比對 真的非常好用 它其實可以計算說 某個範圍裡面出現的次數 有多少個 之外 甚至新的資料跟舊的資料 有哪些是多出來 有哪些是舊的 其實也可以用COUNIF 這個我想 各位如果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再了解一下 那底下當然有個COUNIF S S的話就多條件 一個以上的條件 你可以用COUNIF S 那目前它希望你用的是COUNIF 所以我用COUNIF 按確定 那接下來的話 它會有一個Range Range的話指的是 你要比對的範圍在哪裡 什麼比對 其實主要是跟你這個斑別比 所以Range的話 我們剛剛有增加了一個定義名稱 那個名稱叫什麼 我們剛剛是在修這邊有個斑別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假設 要存取剛剛那個斑別的範圍的話 那很簡單 你只要按F3 你按F3之後 然後你會發現 剛剛定義好的那個範圍名稱 它就會自動被你調出來了 有沒有 那你可以選它之後 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好處就是說 以後某個範圍呢 你只要按F3 它就把那個範圍 用一個你看得懂的名稱 直接再調用過來了 F3 記得用F3 如果你不用定義名稱的話 當然你用選的 可是會變成說它會是跨工作表 選一個很長範圍名稱 相較之下 用這個感覺會比較清簡很多 OK 那第二個的話 要找什麼 第二個是條件 在這個斑別裡面呢 你幫我找找看 這個B2 這個叫C C02 裡面的話呢 上這個斑的人有幾個 幫我把它的結 這個總共的人數 算完之後 告訴我一下 他算完之後發現 裡面上這個斑別 C02的總共有七個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答案就出來了 OK 那這個時候你把它向下填滿 其他斑別的人數呢 也就通通幫你計算出來了 所以你會發現 上這個網頁製作班的有七個 上這個什麼呢 叫工程估價班13個 有沒有 那這個人數的話 其實就是根據哪裡來的 根據這個斑別而來的 也就裡面有幾個 他幫你count if 算完之後 回來給你就對了 OK 所以其實count if 還滿好用的 當你有需要算總total人數的時候 用count if 一下子就幫你算完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這一題就第三 OK 所以我們有用到count if函數 也有用到f3 記得那個範圍名稱 所以剛剛第一名稱 如果OK的話 記得配合f3 也可以把那個名稱給調用過來 那最後的話 這個第三應該OK 再來 那得到使用公式計算 每班的上個人數 所以就我剛剛打的公式 其實就是這一串有沒有 count if 我記得哦 count if 然後這邊記得按f3 然後呢 這邊斑別 直接就是選那個c02 這個b2儲存格就OK了 按確定就OK了 那另外的話 以前如果你不用第一名稱的話 可能它加錢的符號有沒有 鎖住那個範圍嘛 如果沒有鎖住的話 那個範圍跑掉 可是第一名稱好處就是不用鎖 這一點我覺得倒也蠻好用的 而且感覺公式 整個就變很精簡 有沒有 count if後面其實就是加一個範圍了 我覺得這其實優點好像大於它的缺點 OK好 那這樣的話就完成這一題 最後一樣就把這一題給存檔 存檔的部分的話呢 一樣把它另存一下 存成EXA01 那後面的話呢 它要再另外存一個ODS 檔名的名稱就是這個Course 所以最後我們把這個存一下 另存新檔 所以當然考試的時候一樣 把它瀏覽一下 把這個改成EXA01 然後存檔的類型的話 就是先存成火業部 按存檔 另外的話再存一個 另存新檔一下 它要我們存的是一個open 所以最後的話 記得存最底下這個叫open document試算表 那名稱的話呢 它要我們存成叫什麼 叫Course 所以這邊的話把那個名稱把它打上去 把名稱輸入上去 然後按儲存 OK 一樣相容性問題 這一題的話就完成了 所以今天這個104的部分 那請各位試試看 把剛剛那個conif 跟那個定義名稱的部分 先試著做做看 那如果做完之後呢 再試試看 就是106 OK 所以如果剛剛那一題 假設做完之後 那可以再看一下那個106這一題 106這一題其實也會用到conif 然後會去計算說 學生答題最後是否 他的成績是多少 OK 也就是利用Excel去做那個成績的計算 試試試一下 試試試試試試